最強碗粿 獎弱誰家 由農良署舉辦的最強碗粿爭霸賽 全台五七家碗粿業者參賽 冠亞軍分別由高雄的富山碗粿 還有花蓮的豐田劉濟奪得冠亞軍 但兩者的美味其實難分宣制 高雄冠軍碗粿用新鮮腰裡肉 香菇還有鹹蛋黃呈現古早特有味 而花蓮的客家碗粿 則用豬蒿井肉加入菜脯 豆干丁等等 一起翻炒各有特色 客家碗粿的風格是屬於純白的版 只不過這台式和客家碗粿到底哪裡不一樣 台式碗粿會先放入肉塊 蛋黃等配料一同蒸熟 而客家碗粿只用純蘸來米蒸熟 最後再淋上醬汁配料 北部的就是白白的 南部的就是有加料 北部的話就是比較陽春一點 它只能冷藏 那最好的話就是新鮮現做現製 專家說碗粿要能夠冷藏還保持美味才厲害 另外一般碗粿口味偏乾 台南則還有另外一種淋上大量醬汁 看起來偏向湯式的碗粿 獨具特色 南部因為有調了一些味道在裡面 所以呢 就是各有千秋啦 香噴噴的米香 搭配獨特口感 不管是哪種碗粿都始終愛好者 也讓這種傳統庶民美食 歷經時代變遷 還是大受 饕客喜愛 記者劉志展 聊一志 桃園報導 得到